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元 欢迎回来万国决心 刚刚已经更新了万国决心 就是装备的部分了 之前为什么我没有讲装备的部分呢? 其实我不太喜欢装备机制 因为装备的缘故弄到我们很惨 不过今天我会讲 等下我会跟你们解释 再来就是这个礼包呢 就有人问我为什么没有解释 其实这个礼包只有一个价钱 你们看到的东西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礼包没有必要解释 我就没有解释咯 这个冰凉一下 这个要不要买呢? 我觉得如果你们在发育用这纸色统帅的话 你可以买 但是如果你是已经出了金色统帅的话 我觉得你买是不值得的 OK 我们现在看一下重装上证 这个是新的礼包 我问了凯撒他也是说 更新完之后就会出这个礼包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礼包给买下来 然后做一个列表给你们看 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值不值得买 你是应该什么时候要买这个礼包 这个礼包的价格呢 其实是跟我们平时买的礼包价格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们如果要准备钱去买的话呢 准备跟平时买一条龙的价格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今天讲一下它里面的东西 我们不拿之前的礼包做比较 因为之前的礼包它里面的内容不一样 我们只是讲这一次的礼包 这一次的礼包其实对于普通玩家 或者是课长来说到底值不值得呢 其实你对课长而言 这个礼包买不买都无所谓了 他们只要他们有需要买就对了 但是我这边解释一下呢 其实里面的加速很少 只有一万一千零三十分钟的加速 所以你是为了加速而去买这个礼包呢 我是觉得不值得的 因为这个礼包顾名思义就是要你去买装备 它里面有给你什么东西呢 有给你那个装备的钥匙 有给你材料自选箱 还有一些资源加速 宝石金箱石头箱那些之类的 这里的材料自选箱呢 有从一等级到五等级的 就是你买越贵的价钱它的等级越高 但是相对的啦 你等级越高呢 它给你的数量就越少 至于装备的钥匙总共有给你二十六百 至于VIP点数呢 其实是跟我们平时的差不多有 一万三千五百二十五点的VIP点数 那么那个装备其实有没有必要去买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装备减少了很多材料嘛 现在剩下四种而已 所以如果你要出装备的话 其实比之前我们有七种还要简单很多了 不过比较浪费时间一点 如果你是赶着时间想要快点出装备 想要快点锻炼好你们的装备 每一个同帅都有自己一套装备的话 我觉得这个宝箱你可以去买 但是可能你们的荷包要看一下啦 至于你说这个礼包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其实没有办法去衡量这个礼包到底是好还是坏 因为每个礼包他们给你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我就想先一步做了一个列表出来给你们看 你们可以看里面的内容 有一些东西你需要的话你才来购买 如果没有需要的话呢 我觉得你可以把钱存起来 等有节日活动有那些礼包的时候才来买一些礼包 会比较值得一点 这个东西呢主要是拿装备而已啦 你真的有需求才买 然后系统呢有退回一些装备的材料 这些里面的东西呢有包括你已经拥有的 没有用到的材料就是已经删除的那几种材料 还有包括就是你统帅这里 你之前锻炼的时候用了多少的材料呢 他也是从这里抽了出来 因为我一开始的理解度就是 他会把我所有的材料都分解完 把我这些装备全部分解 然后变成材料归还给我 现在我们看到的界面呢剩下四种材料而已 所以如果你是无客或者是微客玩家的话呢 近期你们出装备会比较快一点 但是还是一样啊 你要四个材料才可以变成一个比较高等级的材料 至于这些图纸呢还有跟你说你可以去哪里领取 要打什么活动要打什么东西才可以获得 现在比较好的是什么 现在你在酒馆那边都可以获得图纸 就是说你平时比较忙没有办法去参加活动参加任务 去打野人据点的话呢你其实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去拿 就是说它不一定只有一个管道可以去给你拿到那个图纸 你还可以用其他方法去拿 组合分解锻造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跟之前一样了 只是它的材料现在变少了 OK所以我们现在先去酒馆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酒馆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这个界面看起来好像缩水了 不过这边多了一个箱子出来没有办法 它一定要挤一个进去的 所以其他箱子还是一样没有变 只是多了这个箱子 我们先看一下概率 OK这边的概率呢 嗯怎么说呢 其实概率这种东西呢 我们参考就好了 因为有时候你运气差 什么概率都是假的 但是我觉得之后可以做测试 就比方说一百把跟一千把 开出来的概率是否跟官方 这边给我们的概率是一样的 如果不一样的话呢 可能就要打人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到底有给什么图纸 有蓝色的绿色的 蓝色的其实还蛮齐全的 白色的 诶 橙色的也有诶 我想不到诶橙色也有 我以为橙色不会在里面的 诶 橙色大部分都要打活动才有嘛 还有紫色的也有 嗯 其实看起来还蛮齐全的 就是说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获得装备 比起以前简单很多啊 之前弄装备很麻烦啊 拿不到图纸 就算你拿到图纸 你也未必能锻造出来 因为它需要的材料太多 我们开一个宝箱试一下 OK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哦 它的概率 我觉得普普通通而已 我们去看一下锻造的界面 锻造的界面 诶 我可以锻造好多东西啊 现在我的材料变多 我可以锻造好多东西出来 哇 这个迟点我要搞一下 我可能要搞几套紫色的给我的骑兵 哈哈哈 这样我的骑兵可以变得很强 嗯 不过我觉得这个大客长 会比较得心应手一点 因为他们买礼包充支 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些装备断造出来 但是至少也可以帮一些 无课跟拼命玩家提升他们自己的能力 这个暴风的 诶 哦 它出了全部装备啊 等一下 我去看一下 哦 现在出完了啦 哦 多了 还有那个头盔跟开甲 哇 但是可是它拿到4件才加速 速度加4% 嗯 如果原地打的话 没有什么太大的功用啊 我觉得直接出紫色或者橙色会比较快吧 对我而言啦 因为它的加成比较大一点 所以这个蓝色的可能会考虑吧 然后其他的装备呢 其实我觉得啦 装备的部分呢 对骑兵来讲比较好一点 你看啊 大部分装备都是针对骑兵玩家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 这个部分呢 有一点诱惑骑兵玩家 就是说 哎 骑兵其实它的装备很好拿啊 你们就考虑一下出骑兵啦 你看这也全部骑兵来了 不过它 紫色跟金色呢 都是有一套骑兵 一套步兵 一套工兵的 但是蓝色 绿色 还有白色呢 就偏向鱼骑兵比较多 诶 这边又多了一个什么 哇 莉莉斯厉害咯 他又想赚我的钱了 这个装备 这个装备好像是工程车啦 我刚刚看到 哦 它有采集 然后有一些是有骑兵 步兵 我觉得我可以买啦 这个装备 哎呀 谁找谁啦 反正我观众那边这么支持我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装备 哈哈哈 可以装上去啊 哦 可以啊 可以直接装上去 所以你买下来呢 它是已经断造好了这个装备 你只是安装上去就可以了 但是我的装备 嗯 看啊 看啊 有些可以用 有些就不好用 不过它有两件四件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它有负债提升 还有你采集提升 所以我觉得这个拿来搭配采集桶 所以会比较好 哎 反正买了 都是要用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影片暂时讨论到这里啦 其实今天的影片比较赶一点 因为有一些观众等着我的礼包分析图解 所以就没有办法讲的太详细 可能之后会做影片 就说我锻造什么装备出来吧 所以今天暂时讲到这里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 把小铃铛给打开 就可以收到第一时间的新消息哦